请社会还我每一个公道 被诈骗血本无归 议员副公司吸进87亿 在法院召开最后一次审理庭前 受害者激动抗议 原来吸进主嫌被通弃了两年还没有落网 就算法院宣判了也没有任何意义 叫做周瑞庆 那个叫做张成忠 这个张成忠 这个周瑞庆目前还用陈子龙的名字 在外面招摇转片 被称为台湾巴菲特的议员副总裁陈子龙 所领导的投资精锐部队 作为投资人的后盾 吸进手法很老套 但凭着议员副成员的一张嘴 说得天花乱坠 画了一个投资大饼 匡声投资人每月给付顾问费和股票分红 给点数买商品或是月缴订额户注款 利用四大手法上百人受害 不法获利高达87亿人 为什么会参加吸进 两年前议员副公司遭到检警调查 但主嫌化名陈子龙的周瑞庆和张成忠 却早一步跑掉 虽然检方发布通气 但是却做不到人 而其他成员却疑似还用P2P的方式 将债权转移到另外一个借贷平台 这个平台在大陆已经全数倒闭 在台湾还没有立案 却广开投资说明会 又使更多人受害 吸进成员小张大胆 显然没有把司法放在眼里 也难怪被害人情绪会如此激动 就怕法院无法帮他们套回公道 记者姚立强林春风新闻报道 好 好